好久不见 对在做饭了 你们吃饭了没有 你们吃饭了没有 吃晚饭了吗 家人们 家威 家威在他家里面 在这什么 我在这个我在我家里 我在这个农村里面 对我在我自己的家里 你们都吃饭了没有 吃饭了没有 谢谢人民分享直播间 谢谢谢谢 对刚刚开直播 刚刚开直播 这怎么这怎么都不是 这怎么都不是我的粉丝吗 是不是怎么说话的人怎么这么少啊 家里面来是小女的粉丝和家威的粉丝 你们抠个音我看一下 你们你们抠个音我看一下有多少是我们的粉丝 你为什么不去找学去找了家里面去找了啊 去找了我去找家威吗 然后 然后最近的话他就是很忙知道吧 然后 后面再去找他好不好他最近就是星期有点不好 后面再去找他啊 吃了是不是 平常新吃了吗 对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啊 哇谢谢人民 谢谢人民送来的这个 这个墨镜这个是不是墨镜呀 欢迎直播间的家人们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 好久没有给你们开过直播了 对刚刚开直播刚开开开直播 哇怎么刚刚开直播就上了500个人了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啊 呃等一下说是 悠悠就是悠悠的那个哥哥来找我 我也不知道是说什么啊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家人们欢迎你们 家威的话我就是呃 家人们他十几号才有时间 然后我十几号就去找家威了 十几号才有时间知道吧 呃 呃我觉得家威是一个好姑娘 对 肯定啊就是反正我觉得 家威肯定比悠悠好多了 对不对家人们你们觉得是不是 我觉得反正就是 在我见过最好的最好的一个女孩子 就是家威了 你们是不是这样认为 因为我觉得家威他才是真正的 一个很好很好很优秀的一个女孩子 呃我觉得家威没有悠悠好 但是是你觉得吗 但是我觉得就是家威好 你们觉得家威好还是呦呦好家人们 呦呦好的你们扣个呃你们这样吧 呦呦好的你们打个二 家威好的你们打个一好不好 对 你作为一个男子 还有一个是把他事先工作再去找 对我觉得是家威好 我觉得是家威好啊 因为家威的话怎么说呢 他懂事善良对不对 懂事善良又勤快对不对 对不对 对 对我也觉得啊 你们都吃晚饭了没有家人们吃晚饭了没有 我就是家人们我十几号我本来说是呃 今天去找家威的然后他最近的话就没有时间说是 然后我十几天就是过十几天过后再去找他 因为他最近有点他最近有点忙嘛 好不好他说他十几天过后忙完了就有时间 到时候我去找他好不好家人们 你们知不支持呀 你们知不支持 你们知不支持我去找他呀 还没有吃饭对我们现在在做饭呢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在做饭 看到没有 现在这个阿姨在做饭呢 给你们看一下啊 看到没有 对在做饭啊 做好吃的我们 在做饭对的 支持是吧 谢谢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啊 你们都是哪里的呀 我感觉我直播间是不是都是四川的 你们都是哪里的呀 家人们 有没有就是其他地方的 有没有 有没有就是其他地方的 有没有 有没有其他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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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们 广西的 河来的 浙江的 是不是 重庆的 浙江 重庆 北京的 浙江的 谢谢人民 哇人民怎么送了这么多礼物呀 我看下这个人民是谁呀啊 怎么刷了这么多礼物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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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是个帅哥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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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的礼物啊 送的礼物 谢谢 点赞 谢谢 点赞 云南的是吧 广员的也有啊 哦 宝宝是个帅哥哥姐说 杀一枚 不用刷女子啊 不用刷女子啊 对 你们吃饭了没有 吃了是吧 沈阳的是吧 每天开心安婚的也有是吧 安婚的也有吗 安婚的也有吗 李总 对 哎 李总 啊 你在干嘛呢 我在直播完呢 我老远又闻到你这个味道了 你这样做饭了吗 对对对 那今天晚上又到这里来蹭一下了 没事嘛 没事嘛 你怎么来了 我 我有个事情想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情啊 就是关于我妹妹的呀 什么你妹妹的 我妹妹啊 悠悠吗 对啊 怎么了 我觉得我妹妹啊 还是挺好的 那个家威呢 我感觉 不怎么好 我觉得我妹妹配得上你 啊 我妹妹才配得上你 你看你那么帅的 是不是 你看 我不算我不算 我不算 你看 你没事 我正直播呢 你去那边撞住了 你去那边撞住了 你吃饭可以 你 不是不是 我今天就要跟你说一下 你看 你又有钱 你看我妹妹又漂亮 对不对 你不要说了 你在那里去做什么 我在直播呢 是吧 你看我们两个 我们 你看 像你之前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威呢 哇 那个又是一个农村女孩 你看 像悠悠的话 你看我们两个的计划 就是门当户队了 是吧 我在直播 你不要 你不要跟着我 好不好 我知道 你走 我在直播 我在直播 好了 你你坐这边 你去玩吧 我在直播 没事 我就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 说什么事吗 你说嘛 你看你看 你那个之前加加威是吧 你看是一个农村女孩 那么农村又不好对不对 家里面条件又不好 你看我们家 我们两个 我们家强强联手的话 是不是 你我在直播啊 我们才是门当户队的 你看我妹妹对你那么好是吧 你看你一个农村女孩 你看你一个农村女孩 你你你总 你你我觉得家威 我觉得家威就是最好的 不是我觉得你总 你的品位不应该有那么低吧 你看我妹妹那么漂亮的 又人又长得漂亮 又懂事 你看又是一个嫌弃良母 对吧 不是 你吃饭的话 你可以去那你坐着吃饭 那个我们阿姨在做饭 如果说你不吃饭 我现在在这里直播 我在这里直播没时间了 直播间里面 你在直播是吧 对 你看直播间里面很多都说 喜欢我妹妹都喜欢悠悠 不喜欢家威的 真的 怎么可能 你过来看一下喜欢家威的有多少 喜欢你妹妹的有多少 根本就没有 你看喜欢家威的根本就没有 你们喜欢家威还是喜欢悠悠家人们 你们觉得家威好还是悠悠好 然后你去做饭的话 要不我帮我妹妹接过来 他就在那边 我把他接过来 你别接过来 你接过来干嘛 我接过来 就到这里 你总家来吃饭 我不我不我不 我这里不欢迎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把他接回来 不是 你是我的朋友 你可以在这里吃饭 你妹妹的话 我们对不对 哎呀 你总大气一点 多少筷子 多一份喜乐 对不对 没事 因为我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也不怎么喜欢你妹妹 你看我都听过叔叔阿姨们说了 你也老大不小了 是不是 你看我妹妹也担着 那也不是个事 她那么喜欢你的 是不是 我但是我不喜欢悠悠呀 你妹妹也知道你 我知道你很喜欢的 你不要这样了 我妹妹都说过你们两个 就是你还带她去买衣服啊 吃饭干嘛的 你不要乱说啊 你还给她买包包呢 你不要乱说 原来家威在这里面呢 你不要乱说好不好 你吃饭的话就你吃饭 李总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怎么想的 你家威一个农村里面的姑娘 又没有钱 又没有事 长得也不是很漂亮 都没有我妹妹漂亮 是吧 但是人家心好呀 我妹妹也心好呀 对吧 你看我妹妹又懂事又漂亮 你们觉得悠悠的心好不好 家人们 你们觉得悠悠的心好不好 肯定好 你自己来看一下 我现在在直播呢 你看一下 哪里呢 哎呀 他们都不认识我妹妹 他们都说不好看到没有 他们见过的 他们那天 那个直播的时候 没见过 他们都说不好 你没看到吗 没见过 我们才是门当户队的 而且阿姨也跟我讲了 我们才是门当户队的 都说把悠悠 就这辈子就跟着你了 你跟着我干嘛 你悠悠跟着我干嘛 你悠悠又长得漂亮 你们家又有钱 那你就去找一个 对不对 长得帅的那个 你给他找一下 对不对 不是 李总真的 我家里面真的很欣赏你的才华 很欣赏你的为人厨师 我妹妹这辈子跟定你了 我不欣赏 没事你快点你吃饭的话 你可以坐着呢 你去 你家威的话 我说实话 长得也不是很好看 又不懂事 一天跟你闹来闹去的 你对不对 我妹妹又懂事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好吧 李总 哎呀你干嘛 你坐着呢 你去吃饭吧 你坐着呢 你去吃饭 没事 我今天就是为了 要不我们出去吃 今天这里面又不吃了 我请你出去吃 然后把我妹妹叫过来 你妹妹不要叫过来 你妹妹叫过来干嘛 没事 我现在就去叫我妹妹 然后我们 我去那边定个餐厅 我们去外面吃 可以吗 没事 你别跟我说 我这里忙着呢 我这里在直播呢 你哥看一下你房子 对这是农村里面的房子 家人们 给你们看一下嘛 这里也不大的是农村里面的 对我们在农村里面的 在农村里面 好了你过去吃饭吧 过去过去吃饭 没事 如果你总 你喜欢这个农村里面的话 我让我妹妹 然后我家里面 再给你弄一套好一点的 行不行 什么 就再弄一套别墅 行不行 我不要别墅 我这样就好了 我觉得 我觉得 家威是最好的 哎呀 你怎么 这么这样呢 你总 我觉得你是一个 非常民事理的人呀 家威又是农村里面的 农村里面怎么了 农村里面人品好呀 对不对 人又善点心好 农村里面的怎么说呢 就说不说 那吐你吐气的 对吧 你看我妹妹 家人们 你们说农村里面的好不好 你们觉得农村里面的好不好 农村里面什么都好 空气好 对不对 人也是挺好的 心也好 对不对 农村里面一点都不好 李总 真的 农村里面 你看吃个饭都是 不洗手的 对吧 而且那衣服都是脏脏的 你看那家威 那个衣服都穿了 几个月了 一直没换过 是吧 我 你总 你品位没有那么低吧 你看我妹妹 对不对 她也担着 你也担着 而且我们家里面 我爸妈 还有叔叔阿姨们都同意 我们才是门当固队的 这门亲事就这样子定了吧 李总 好吧 我在直播 你去吃饭嘛 你可以走了 就是我直播间的人 叫你可以走了 怎么可能呢 直播间里面很多 各个爱说人们都巴不得你和我妹妹在一起呢 哎呀你你你走吧 你干嘛呢 对不对 直播间里面各个爱说人们 呃 悠悠才是最好的 是不是 悠悠才是最好的 你过来看一下好不好呢 他们跟你说了 悠悠好不好 悠悠是最好的 不是 你看一下 你在公里上看一下 你看悠悠是名牌大学的 对李子鹤挺好的 我记得你的妹妹是什么 国外什么 对 留学回来 对澳大利亚回来的 她是墨尔本大学的 对 你大学的我也不听不懂 我的话就是小学三年级 对不对 家人们我们不合适 对不对 所以说了 李总你小学三年级 我妹妹墨尔本大学 博士生 那是不是你们以后相辅相成 以后呢 是不是蓝眼红彤 从那个以后就是前程四斤了 我配不上呢 配得上啊 我配不上她 对不对 家人们 人说有名牌大学回来的 什么什么 你说什么 我妹妹是墨尔本大学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奥士生 什么墨尔本大学 我也不懂 我为话又听 我也听不懂 我也不不习奇 那种对不对 家人们 我把我自己过好就行了 可能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是不是你直播间里面的各个爱书 你们误会了 不然的话我们妹妹挺好的呀 怎么在他们口中就这样呢 又又不好不配 为什么你们这样说呢 我觉得我妹妹很好呀 那你妹妹好了 那你就找个人好一点的给你妹妹结婚不就好了吗 我觉得李总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天赐良缘 直播间里面的各个爱书姐妹 你们说是不是 我我就不方便漏尽了啊 一会我就把我的妹妹叫过来 然后跟李总一起吃个饭好不好 好的话里面满瓶扣一波好可以吗 因为我妹妹是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毕业的 是博士生 然后我觉得我们觉得啊 我们家李总啊 就是特别特别优秀 他有很大的商业头脑 他一直很谦虚 说是三年级毕业了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家威呢 是配不上李总的 知道吧 因为李总 家人们都说让我叫你妹夫哥 叫你妹夫呢 什么 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都说让我叫你妹夫 你们这样说了吗 家人们 说了都说 叔叔阿姨你们这样说了吗 都说了 说叫你妹夫呢 都叫你妹夫呢 我为什么叫我妹夫呀 不是让我叫你妹夫 他们吗 对你看他们都同意了 家人们好不好叫妹夫行不行 他家人们知道吧 不要你们不要乱说 怎么可能是妹夫啊 怎么可能是怎么可能是妹夫啊 怎么可能是妹夫啊 他他卖美 他卖美我们不合适啊 我不喜欢悠悠的 对不对 他过去了 他会知道吧 每天都来我家里面 只要我一回来 他就来我这个家里面 知道吧 而且他说要叫我出去吃饭 就是因为他妹妹应该见了 你知道吧 所以 你怎么 你去 你做这样 你怎么 不是李总 我今天就是过来 想跟你谈个事情 我们去那边吃个饭 行吗 我请你吃饭 好吧 就我们两个 我这里做饭了 你看到没有 我家做饭的阿姨都已经做好了 不是 我就请你吃饭 家里面我们不吃了 行不行 我不是 你走吧 你去吃 我这里做饭的阿姨都给我做好了 没事啊 李总 我不信我这里吃了 你你你你 你吃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吃 你不吃的话 你不要在这里说话了 我们就在这里吃行不行 我们就过去吃过去 你看我这里阿姨 给我已经做好做好饭了 看到没有 我去做饭了 我已经做好饭了 你你你你给我去嘛 你们两个要不要在这里吃 你们两个要不要在这里吃 没事我们出去吃 我带李总出去吃 我带李总 李总我们出去吃吧 没事我进来就做好了 哎呀 你看你这农村里面 啥条件呢是不是 我不去你去嘛 家人们你们说能不能去呀 不去还是去呀 就单独我们两个坐着行不行 给我这个碾面可以吗 李总 你去嘛我不去 我我去了的话 我就是我害怕 等一下那个 嘉威就吃醋了不好 我不去 不会的 不会吃醋了 你管他干嘛呢 对不对 我等下还有事呢 我等下还有帮那个嘉威 我等下还有开直播 嘉威帮他卖一下农产品 哎呀不要卖了 今天他这个农产品 我全部都收了 好吧 就不卖了我全部收了 行吗 你不用你收我 你今天晚上跟我去吃饭 然后你这个农产品 嘉威的这些农产品 我全部收了行吗 不用不用啊 不用 然后嘉威他自己 那种自习轮你才可以的 不用 你不要跟着我了 你你坐嘛 你现在我没事 我不用做李总 我不用做 怎么了 你出来你坐着 不要跟着我 没事李总 但是我还要今天我要擦一下车了 来来来我来帮你擦李总 我来帮你擦我来帮你擦 我来帮你擦李总 我自己擦就行了 哎就算就算是我求你了行吧 你今天就去跟我吃个饭 然后我把嘉威所有农产品都收了 用这两女收吗 我收了就行了 我出双倍的价格收行不行 不需要不需要 然后农产的加入了 我帮他卖才可以的 那我给直接给他钱了 对不对 那你是多少钱的原因 不是多少钱的原因 你懂这个是没有 没事我全部一起收了 行不行李总 你不要说话了 直播间里面的所有 所有 这叫叫叫阿姨们 直播间里面的阿姨们 我把家威的所有农产品收了 行不行 从李总这里全部收了 收了之后呢 不行不行 我带李总去吃饭行不行 我这里要洗车了 你不要你不要不要乱说好不好 你这个要擦车了 没事没事 李总我来帮你擦李总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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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我来帮你擦吧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就行了 我自己我自己擦就行了 李总我来帮你擦吧 李总我自己擦就行了 你今天就跟我一起吃个饭 然后所有农产品 今天我五倍的价格行不行 不是我跟你说了 五倍的价格 我全部一起收了 好吧 我就我不用知不知道 十倍 十倍的价格 有多少算多少 不是你以为有钱就是很了不起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李总我今天就想单独请你吃个饭 你不是说要把那个加什么 加加味啊 你不是帮他那个农产品吗 我今天就全部帮你收了 行不行 你就给我个脸嘛 行不行 家人们你们说行不行 你觉得你有你们家有钱就是 是不是就是意思就是很了不起的意思 是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想单独请你吃了 我们虽然没有像你们有个那种几十个月什么几个月的但是我们够自己生活就行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家人们 对不对 你说对不对 一百倍收的话就可以让李总去跟你吃饭 那行李总 那直播间里面你哥哥爱说姐妹都说了一百倍 那行 那我就出一百倍 就把你这个农产品全部收了 行不行 你看直播间 你直播间很多哥哥爱说姐妹都同意了 我说一百倍的话 他就 你就可以跟我一起吃吃吃饭是不 不用不用 你们同不同意家人们 你们同不同意 我觉得你最最起码的人品是有问题的就是的 怎么了呢李总你指点一下我 不不不我也不敢指点嘛 我不是我说的就是我直播间的就是家人们说的 怎么可能我人品有那个问题呢 对吧 那以后那这样 那你把你的家位啊 你对这个女孩那么 那你把她带到我公司里面来上班 我全权负责 我给她一个总监的职位行吧 年薪十个W 我公司里面也缺这样的人才 那月薪十个W不说年薪了 年薪一百个 可以吧 你不要在这里吹牛逼了 喂 知不知道 有了有了钱就了不起是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李总 真的 我就想单独请你吃个饭 行吗 就我们两个我妹妹不会来的好不好 我不去不去不去 你去嘛 我知道我我要工作了好不好 我工作了好不好 没事你刚才不是说帮她带农产品吗 来 我我我现在就给你转好不好 我现在就给你转行吗 李总 我电脑放了你 那个小兵 不用啊 我在这里就行了 你不要 你去那边嘛 好不好 你不要来这里好不好 我再这里坐一下 没事 李总 你去你嘛 你去嘛 小兵帮我弄一下 你你你你去吃饭 小兵要不你你把这个 就是要的哥哥带过去吃饭呢 那我带你去吃饭 不用不用不用谢谢 谢谢 饭好了 不用不用谢谢 你吃饭的话可以去 我跟我跟李总谈点 谈点事情 谈什么啊 我跟李总谈点事情 我们李总不喜欢你小妹妹 没事没事 不是不是不用说了 小兵你就让他坐在里面 是吗 坐嘛 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李总 那这样吧 你觉得就是让小兵 陪你去吃个饭 好不好 然后让他陪你们 邀約你们两个去吃饭 不是 我妹妹不在这里 小兵是人品很好的 不是我妹妹不在这里 我妹妹不在这里 你骗人吧 我没有骗你 你有没有骗我 你自己心里面知道 我妹妹不在这里 走吧李总走 我们把直播关了 李总 你不要乱关 我们把直播关了 好了 我在你这边 为什么呢 对不对 不要这样好不好 不要这样来捣乱 走 我带你去吃饭 对 小兵带他去吃饭 你一个司机 你跟我说什么呢 你过去 我们李总说了 你过去 你一个司机 不要碰我 可以吗 李总 没事没事 别让他坐这里 没事 因为你我觉得 只要是觉得 你觉得你说家位不好 是不是 哎呀 你一个农村里面的女孩 你看那个衣服都穿一两个月了 都没有换过 而且她吃的什么饭 而且家庭条件 你看她那个厨房 又那么脏 又那么差 又那么乱 你是不是 你看你那么大一个老板 你总是不是 家人们 农村里面好不好 农村里面一点都不好 你和我妹妹是真的是 天上的一对 地上的一双 是吧 你看那个家位就像 跟着你就像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是吧 你看我妹妹的话 你们两个是 真的是一对鸳鸭 但是我就喜欢家位这种 就是两三个月 不换一次衣服的 哎 李总 你这个问题又难到我了 真的 我就是喜欢这种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家人们 你看我妹妹穿 我们就喜欢 你们喜不喜欢家人们 怎么现在家人们 你们喜不喜欢 那要不我叫我妹妹 给家位买多 几套衣服行吗 哦 我不需要你妹妹买 那意思就是我妹买不起吗 你看你那个家位穿的衣服 就是十几块钱地摊货 我妹妹穿什么 都是高档定制的 一套就是几万块钱 对不对 你看你这个身份的 我高攀不起 哎 什么高攀不起啊 对不对 等一下我们高攀不起 如果你我妹妹跟着你的话 就是锦上添花了 等一下我要你 你过去吗 你就说 这就是那个藏语 那个小平就是这样说的吧 你呢 是不是那个藏语是这样说的是不是 就是你就是那种什么什么龙什么包就不知道就是那个 哦 好了 好了你你去吃饭吧你看他们都吃饭了不是你不是说要跟嘉威什么那个弄什么产品呢对吧我今天出一百倍的价格我就帮你收了行不行李总不用我自己在这里帮嘉威销了就行了 没事没事你不是帮嘉威吗那我就帮一下这个姑娘对不对 没事 没事没事啊你看直播间里面很多都同意是吧 但是不需要你帮知道吧 没事啊李总你就给我这个机会嘛行吧 嗯 你跟我这个机会不是欺负机会的问题知道吧我们是朋友是不是 是朋友我是帮你当时朋友但是我跟你说悠悠就是你妹妹我们两个是不可能的知道吧 哎呀李总你怎么能把话这样子说死了呢而且嘉威的那个表姐那个胖胖的那个我都把她带过来了 你带过来她干嘛 我就是带过来然后她都同意了她都替嘉威同意了她说你和悠悠在一起的话是最合适的 她同意那就你就和她去同意就行了对不对你和她表姐都同意了你那家伙肯定同意啊是吧 你不用说了啊我你要不你不吃饭的话你就可以走了 我肯定要吃啊那我们打包到那边去吃可以吗我不去你是不是那边吃不习惯 我吃的习惯我就是在这里我觉得家伙的人品就是最好的了哎呀好什么呀家伙伴你们觉得家伙的人品好不好 那姑娘一点都不懂是那么酱的一个她都不听你的她又跑这里去跑那里去她又跑到这里去收山货那里去你跟着她受罪了我没事我愿意我就喜欢这种 这不知道你看李总你看你这几天都晒黑了让我们妹妹带你去保演一下行不行 不是你你不要这样了知道吧我觉得你们为什么就是什么富二代就是是这样的吗就和你和你妹妹一个性格一样就看不起农村的人 农村的人怎么了如果不是农村的人你这个你的这些米是哪里出来的你吃的是哪里出来的如果不是农村里面的这些打工的这些做饭什么什么都是农村里面做出来的 不是呀李总我们都吃的是进口货根本就不会吃农村的是吧农村现在农药那么多对吧是的是的是的 那化肥那丢了那么多对吧 那这样那你你是怎么想的那你这样吧我把你妹妹介绍给我直播间的这个 呃叫什么你们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儿子娶老婆的有没有 哎呀你这直播间里面全都是农村里面的 呃你不要这样说我直播间里面的好不好农村里面的怎么了你看你直播间里面是什么人呢 你有一点你们这有一点钱就是不是觉得就自以为是的那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李总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哎你可以走了你这样说的话 真的 那这样林总好吧那你就把你所有农产品都卖给我 我为什么要卖给你呢因为我家里面要我我我父母要这个这个这个电脑没电了吗小编 你不需要啊我这里不需要我是帮家威的啊那那那这样我来说 我是帮他卖的知不知道那里总这样那今天晚上啊那今天晚上我等你把这里 嗯那我要帮家威卖农产品我没时间你可以走了你不要帮忙给他卖了你看他又不懂事你帮他卖什么呢卖 而且你直播间里面都是农村里面的他们买得起吗 没事你不要说家里面我帮不帮家威你真的你过去了好不好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对不对你就过去了好不好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我在这里等着你好